好,我們先把大家問題先解決一下 跟大家報告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講一下播放小技巧 那剛剛同學問到,如果你變成這個PDF版 比如說我在這邊變成PDF版 那像我們這邊像蝴蝶有沒有 他這樣是不是就會印到 他這裡是不是就會有 因為PDF就會把左手邊這個每一頁就是這樣印下來 所以如果說您真的要印出來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你要這樣的話 最好就是不要看到蝴蝶 蝴蝶拉旁邊一點 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比較單純 好,所以你要把那個畫面拉開一點 才不會就印到一些重複的 因為如果像我現在這樣的話 這個這邊這裡 是不是都會印效一些重複的 對不對 那你如果存成PDF的時候呢 他除了這些內容以外 他還會給你最大外面這一張 這裡 他會把這一張也印給你 也就是你的全圖 你的全圖會是PDF的第一張 好,PDF第一張 然後下面就開始一直往下走 所以有些時候我通常會把這一張我就拿掉 那這樣就 因為我不要他看全部的嘛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剛剛可能同學有問到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要簡報的時候到底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在簡報的時候啊 最單純的 好,比如說我從這邊present 你要會用的就是 第一個要會用當然就是這兩個了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要會用的就是你滑到右手邊來 有沒有一個回到最前面 因為這樣你就可以回到你的第一頁 再按一下 回到最外面的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 你看喔 滑到這上面來 有沒有看到 滑到這個 好像時間走的上面 因為我這邊好像沒做什麼簡報 第一個 因為我這邊有那個 好 你看 移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到上面會有那個小圖 對不對 你也可以從這邊這樣用拖曳的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方法 那其實呢 很多時候我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因為有時候你自己根本就忘記了 有沒有 簡報到後面你有忘記那個 到底那個順序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稍往後推一點 用滾輪 滾輪就等於是這個的效果 有沒有 往後推一點 你是不是看到很多 你就看你要看哪一個 或者回到home 我要看哪一個 我就點他 有沒有直接過去了 這樣你了解了吧 所以你在簡報的時候 當然他也有快速鍵 可是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你先試看看這幾個 還有 右手邊這幾個 這樣你先喜歡的 你再來用所謂的快速鍵 當然他也可以變成所謂的 自動播放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需要用這種自動播放 所以你看右下角這邊可以選擇 那剛剛還有老師有提到就是 可不可以加入影片 或者是什麼 那個聲音 可以喔 如果你有需要加入聲音的話 或者影片 我們來看在這邊 有沒有YouTube影片 也可以怎麼樣 你自己的 比如說你沒有傳到YouTube 那我要從這邊自己上傳 但是老師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YouTube影片 那麼你簡報的時候 也要再有網路連線這樣才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要離線簡報 你必須要把YouTube影片先抓下來 變成自己的再插進來 好這樣才有辦法比較順暢 好比較順暢的這個 那相對的有看到背景音樂的嗎 這樣了解了齁 只是有背景音樂的 通常應該都是人不在前面 自動播放那一種會比較多 比較會有機會用到 不然我一般是比較少用的齁 所以這幾個應該是 剛剛老師有問到的幾個問題 我就先回答到這邊 這樣沒問題吧 好 好 那最後咧 就要靠你啦 自己的創意和練習 所以 我簡報有安排一個梗 在最後面 這樣你才會找到你的寶藏啊 有沒有 嘿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邊要留這個線吧 這裡啊 就是要讓你連到寶藏用的啊 你看這邊這樣才可以連到寶藏啊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很多變化 我們用這樣做簡報有一個很大好處就是說 你的創意可以更天馬行空 對不對齁 你可以不用受限說我一定是一頁一頁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跳都沒關係 但是重點就在於 你也不要做得太花俏 做太花俏之後有時候 動畫太多會怎樣 會頭暈喔 真的喔 因為你已經 超越了那個範圍 因為 你不要忘記 簡報只是工具 重要的是你要講的內容 嘿 你如果做得太花俏有時候就糟糕 怎麼一下轉這邊一下轉那邊齁 頭就比較不舒服 或者跳的地方太遠 就那個時代跳的時候跳太遠 或者比例縮放差太多的時候 眼睛其實反而有時候會不舒服 所以你在使用這工具的時候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來等一下呢 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剛剛有一些那個 就是相關軟體的部分齁 這裡 我再把這個部分 有一部分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可能您在使用的時候 就會更方便一點 好不好 那我把畫面就先還給各位囉